每天十分钟听老杨读书 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第八回 老差道 我更不解这意 黛玉笑道 要来时一群都来 要不来一个也不来 今儿他来了 明儿我再来 如此尖错开了来着 岂不天天有人来了 也不至于太冷落 也不至于太热闹了 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 宝玉英见他 外面罩着大红语段对筋挂子 英问 下雪了吗 地下婆娘们道 下了这半日雪猪儿 宝玉道 娶了我的斗篷来了不曾 黛玉便道 是不是我来了 她就该去了 宝玉笑道 我多早晚说要去了 不过是拿来预备着 宝玉的奶母李嬷嬷英说道 天又下雪 也好早晚的了 就在这里 同姐姐妹妹一处玩玩吧 一酿那里摆茶果子呢 我叫丫头去取了斗篷来 说给小妖儿们散了吧 宝玉英允 李莫出去 命小丝们都各自散去不提 这里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巧茶果 留他们吃茶 宝玉英夸前日那府里 真大嫂子弄得好额掌压性 薛姨妈听了 忙也把自己的糟的 取了些来语她长 宝玉笑道 这个须得旧酒才好 薛姨妈并命人去 灌了些上等的酒来 李莫莫便上来道 姨太太 酒到罢了 宝玉笑央道 好妈妈 我只吃一中 李莫莫道 不中用 当着老太太太太 哪怕叫你吃一坛呢 想那日我演错 不见一会儿 不知哪一个没调教的 只徒讨你的好 不管人的死活 给了你一口酒吃 葬送的我挨了两日骂 姨太太不知道 她性子又可恶 吃了酒更弄性 有一日老太太高兴了 又敬着她吃 什么日子又不许她吃 何苦我白陪在里面 薛姨妈笑道 老货 你只放心吃你的去 你们哥儿吃多了 回去老太太问时 有我呢 一面说 便命小丫鬟来 让你妈妈们去 也吃一杯堂堂血气 那李默默听如此说 只得喝众人 且去吃些酒水 这里宝玉又说 不必烫热了 我只爱吃冷的 薛姨妈忙道 这可使不得 吃了冷酒写字 手要打颤的 宝钗笑道 宝兄弟 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 难道就不知道 酒性最热 若热吃下去 发散得就快 若冷吃下去 便凝结在内 以五脏去暖他 岂不受害 从此还不快 不要吃那冷的呢 宝玉听这话 说得有情理 便放下冷的 命人暖来方饮 黛玉刻着瓜子 只抿着嘴笑 可巧 黛玉的小丫鬟 雪叶走来 与黛玉送小手炉来 黛玉因含笑问他说 谁叫你送来的 难为他费心 哪里就冻死我了 雪叶道 子娟姐姐怕姑娘冷 使我送来的 黛玉一面接了 抱在怀中笑道 也亏你倒听他说 我平日和你说的 全当耳旁风 怎么他说了你就医 比圣旨还信仙 宝玉听这话 知黛玉借此奚落他 也无回护之词 只嘻嘻地笑了两阵罢了 宝钗素知黛玉如此惯了的 也不去踩他 薛姨妈应道 你素日身子弱 经不得冷的 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 黛玉笑道 姨娘不知 幸亏是姨娘这里 躺活在别人家里 人家岂不要脑 好说的就看得人家 连个手炉也没有 啪啪地从家里送个来 不说丫头们太小心过于 还只当是我素日 这等轻狂惯了呢 薛姨妈道 你是个多心的有这想 我就没这心了 说话时 宝玉已是三杯过去了 李嬷嬷又上来拦阻 宝玉正在高兴之时 和宝代姊妹说说笑笑的 哪肯不吃 宝玉指的躯一样告 好妈妈 我再吃两中就不吃了 李嬷嬷道 你可仔细 老爷今儿在家呢 提防问你的书 宝玉听了此话 便心中大不自在 慢慢地放下酒垂了头 黛玉先忙就说 别扫大家的信 舅舅若叫你 只说姨娘留着呢 这个妈妈 她吃了酒 又拿我们来醒皮了 一面敲推宝玉使她赌气 一面悄悄地咕咬说 别理那老货 咱们只管乐咱们的 那李嬷嬷也速知黛玉的 英道 李嬷儿 你不要住着她了 你倒劝劝她 只怕她还听些 林黛玉冷笑道 我为什么住着她 我也犯不着劝她 你这个妈妈也太小心了 往常老太太又给她酒吃 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 料也不妨逝 必定是姨妈这里是外人 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知 李嬷嬷听了 又是急又是笑 说道 珍珍这林姑娘 说出一句话来 比刀子还奸 这算了什么呢 宝钗也忍不住 笑着把黛玉塞上一拧 说道 珍珍这个平丫头的一张嘴 叫人脑不适 喜又不适 薛姨妈一面又说 别怕别怕 我的儿 来到这里没好的你吃 别把这点子东西 吓得存在心里 倒叫我不安 只管放心吃 都有我呢 越发吃了晚饭去 便醉了便跟着我睡吧 英明 再烫热酒来 姨妈陪你吃两杯 可就吃饭吧 宝钰听了 方又鼓起信来 李默默因吩咐小丫头子们 你们在这里小心着 我家去换了衣服就来 悄悄地回姨太太 别由她的信多给她吃 说着便家去了 这里虽还有三四个婆子 都是不关痛痒的 见李默默走了 也都悄悄地自寻方便去了 只剩了两个小丫头子 乐得讨宝玉的欢喜 幸而薛姨妈千哄万哄地 只容她吃了两杯 就忙收过了 做了酸笋鸡皮汤来 宝玉痛喝了两碗汤 吃了半碗碧荆粥 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 又艳艳地骑上茶来 大家吃了 薛姨妈方放下心 学艳等三四个丫头 已吃了饭进来伺候 默玉因问宝玉道 你走不走 宝玉瞇邪眷眼道 你要走 我和你一同走 默玉听说 随起身道 咱们来了这一日也该回去了 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 说着二人便告辞 小丫头忙捧过那一件斗笠来 宝玉便把头略低一低 命她戴上 那丫头便将这大红猩猩 粘斗笠一抖 才往宝玉头上一盒 宝玉便说 爸爸 好蠢东西 你也清心 难道没见过别人戴过的 让我自己戴吧 黛玉站在炕檐上道 啰嗦什么 过来我瞧瞧吧 宝玉忙就近些 黛玉用手整理 轻轻拢住塑发棺 将丽颜叶在抹额之上 加那一颗核桃大的酱绒 沾阴浮起 颤巍巍漏于例外 整理已毙 端详了端详 说道 好了 披上斗篷吧 宝玉听了 方接了斗篷披上 薛姨妈忙道 跟你们的妈妈都还没来呢 且略等等不是 宝玉道 我们倒去等他们 有丫头们跟着也够了 薛姨妈不放心 足的命两个妇人 跟随她兄妹方吧 二人到了扰 一进回至贾母房中 上一集我解读了 描述石头的那首诗 接着作者用玩石的视角 向我们介绍了 通灵宝玉的外观 书中专门画出了 正反两面的字样 这个通灵宝玉的设计 其实也引起了很多 红学研究者的兴趣 因为它与中国有史以来 最重要的国宝有点像 这个国宝 就是传国玉玺 很多年前的一天 老杨偶然搜了一下 传国玉玺 看完它的历史之后 我不禁浑身冷汗 因为如果全国 只能有一件文物留下来 我相信最该留下的就是它 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国历史 传说中 传国玉玺的前身 就是和氏币 对 就是玩币归照的 那个和氏币 两千多年前的秦王 就愿意用十五座城 换这块币 那是战国时期的十五座城 我们现在经常用价值连城 来比喻价格高 但是跟和氏币比 价值连城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和氏币连的是十五座城 历史记录 在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秦王让李斯找人把和氏币 做成了传国玉玺 上面刻了八个字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并以此来代表皇权天寿 谁有传国玉玺 谁就代表正统 之后围绕传国玉玺的故事 断断续续在中国历史中 反复出现 我们熟知的刘邦 王莽 刘秀 孙坚 袁树 曹操 福坚 杨广 李靖 一直到明清 依然不断有不知真伪的 传国玉玺出现 而我们熟知的郑和夏西洋 也被怀疑是去找传国玉玺的 说了这么多传国玉玺 只是因为通灵宝玉上用传字雕刻的八个大字 在形式上跟传国玉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一个是莫失莫忘 先寿横昌 一个是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同样是玉石 同样是传字 同样分两句 后半句说长寿和昌盛 前半句说条件和理由 有人因此就怀疑 作者是想借助通灵宝玉来影射传国玉玺 我觉得作者在设计通灵宝玉的时候 一定考虑到了传国玉玺 这个非常正常 因为要写一块玉 而作为中国人 是不可能不想到历史上最牛的玉合适必的 而传国玉玺的设计也就连带出来了 但是是否以此就能说明 《红楼梦》是在影射反清复明 我觉得未必 因为还是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 古今历史上从来如此 传国玉玺如果真的有灵 它代表的是几千年的朝代更替 它看到的是无数次白骨如山 明清的朝代更迭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浪花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我们看《红楼梦》 如果只纠结于作者到底是谁 背后指的家族到底是哪一家 影射的朝代到底是哪一个 其实都很可能是舍本竹墨 因为作者隐序这些 就是想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规律 而不是让我们纠结于具体事件 正如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序言里面说 之所以《笑傲江湖》这本书 不写时代背景 就是因为他想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 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 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 我觉得《红楼梦》的作者也是如此 宝钗在金像圈上挂着一个金锁 上面同样有八个传字 一面是不离不弃 一面是方林永济 宝钗说这是赖头和尚送的字 大家看到这个赖头和尚 已经先后对宝钗拆三人的生活 给出了警示和影响 为什么要把这些字刻在金器上呢 其实就是想凑成所谓的金玉良缘 提到金玉良缘 我们就又不得不回到传国玉玺 传说汉朝往往篡政的时候 她找到太后索要传国玉玺 太后生气地把玉玺扔到了地下 因而摔坏了玉玺的一脚 王莽拾起玉玺 让能功巧匠用黄金补上了损坏的部分 做成了金香玉的形式 从此用金来配玉 就成为了一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组合 08年中国奥运会的奖牌 也是用的这种设计 所以金玉良缘并不是红楼梦凭空创造的 它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的 在宝钰和宝钗相互看了 对方的贴身之物之后 宝玉突然闻到了宝钗身上冷香丸的味道 如果你认同上一回老杨对冷香丸的解读 那么这里出现冷香丸的香味 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他在提醒宝钗之前的举动背后 其实并没有反映他的真实意图 而是人为的做作出来的假象 宝钗之前做了什么呢 他骂了自己的丫头婴儿多嘴 不应该说自己的金锁和通灵宝玉上的字是一对 也就是否认了所谓的金玉良缘 冷香丸暴露了宝钗在压抑自己的本能 也就是说他的本性其实是想促成金玉良缘的 结合上回宋公花如果是只带宝钗没有成功入选 那么金玉良缘就已经成为宝钗婚姻的一种选择了 黛玉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一出好戏 他一出场就先说了一段非常有黛玉特色的话 那就是关于到底是大家凑热闹好 还是一个一个来好 虽然支批在这里说这是强词夺理 但是黛玉的说法其实有一定道理 既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 也符合后文中黛玉一贯喜欢平淡的性情 宝玉黛玉第一次汇聚在薛宝钗的住处 天就开始下雪 如果你想到作者之前曾多次用雪来指薛家 我很怀疑作者故意选了这个时间和天气 围绕贾宝玉喝酒引发了争执 中间的大反派是李嬷嬷 在林黛玉进贾府安排住处的时候 书中就介绍过这个李嬷嬷 她是宝玉的奶妈 正常情况下大富人家的太太都不直接喂养小孩 所以理论上奶妈跟主子的关系会非常好 但是宝玉这里非常特别 之所以如此 我觉得这是因为作者在全书中塑造的价值观 也就是已婚妇女就是鱼眼睛 这一点导致的 李嬷嬷作为这帮人的一个代表 宝玉虽然吃过她的奶 但也不能突出他们之间的亲情 不能把她写成一个正面人物 而与李嬷嬷对照 薛姨妈的溺爱 黛玉的支持 宝柴的肩默都很有特色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不同的人物性格 本回书的后面情节 其实证明了李嬷嬷说的没错 宝玉一喝酒就容易发疯 也就是她说的酒后弄性 针对是否应该喝热酒 宝钗讲了一番道理 黛玉刻着瓜子 抿着嘴笑 这个表情真的很美 接着黛玉又通过血焰送手炉 讽刺了宝玉不听自己的话 不少人把这个情节 算成黛玉小心眼的黑历史 其实回到降诸仙子下界的根本原因 她的心中 她的眼中 本来就只有神音试者一个人 之所以别人会觉得黛玉说话刻薄 那是因为她的一言一行 都是以宝玉为中心的 黛玉只对宝玉一个人小心眼 对其他的人和事都非常大度 这跟我们通常理解的小心眼是不同的 从黛玉给宝玉戴斗笠 我们看到了黛玉的灵巧和细致 也看到了宝袋之间的亲密关系 可以想象当时在旁边看着的宝钗 是什么滋味 尤其是她心里藏着金玉良缘 这个秘密的时候 从这回开始 我们可以不断看到 在宝袋的内部 他们会时常有一点小摩擦 但是面对外部 他们始终是对方坚定的支持者 无论是面对老嬷嬷 还是面对其他的挑战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记得订阅点赞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下集再见 请订阅点赞